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在接受CNN电视台的采访时 爆出了一个惊天猛料 中美台的官方与民间掀起了一场互似的网络口水战 大家准备好你们的小板凳 让我DL带着你们吃大瓜 那我就看到了CNN的官方推特有写到 台湾总统蔡英文告诉CNN 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每天都在增加 并证实美军正在岛上训练中华民国的军队 那我DL就为大家进步的了解了CNN的这个报道 他还有写道 深处美中紧张局势升级中心的台湾领导人表示 来自北京的威胁每天都在增加 这是他首次证实美国军队驻扎在台湾的领土上 蔡英文总统星期二在接受CNN专访时说 台湾距离中国东南海岸不到200公里 或者124英里 是民主的灯塔 需要捍卫才能维护全世界对民主价值观的信仰 他说这座拥有2300万人口的岛屿 每天都在努力保护我们自己 捍卫我们的民主 确保我们的人民享受他们应得的自由 如果我们失败了 那就意味着相信民主自由的人 会怀疑他们应该为之奋斗的价值观 那么黄秀时报总编胡锡进 曾为台海战争划出了很多红线 其中一条就是如果美国在台湾驻扎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雷霆之势 发动战争 无力收复台湾 那么现在就让我一起来看看 胡锡进在推特上是如何来回应 蔡英文这样的说法 我就看到他的官方推特有写到 只要民主党当局拒绝九二共识 顽固坚持分裂中国 美国纵容和支持 大陆最终还是会用武力解放台湾岛 这与如何定义训练台湾军队的美军无关 那么胡锡进的身段真是柔软啊 他画的战争红线被确认 这与如何定义训练台湾军队的美军无关 来磨去自己画的战争红线 这就让我想起成语 失言自飞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美国的网友们看到胡总编的这个回复之后 有哪些想法 首先由这位美国网友来写 就等待冬季奥运会结束吧 届时中国将采取行动武统台湾 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只要有人威胁以武力改变现状 国际社会会介入 是绝对必要的 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老后又开始划线了 那刚好这句我就不用翻译了 还有这位美国网友的评论 说的太多了 你的红线改变了一次又一次 你对台湾的最后底线是什么 还有这位美国网友的评论 中国空军和海军 还缺乏与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 进行海空作战的能力 解放军的海军和空军 还缺乏真正的战力 空中加油机等重要装备也存在不足 还有这位美国网友写的 红线站在哪里呢 还有这位美国网友写的 从谁手中解放出来 他们自己民主自由繁荣幸福 还有这位美国网友写的 你听说过 以自由意志解放人民吗 还有这位美国网友写的 求你了把英语说好一点 还有这位美国网友写的 胡锡进变账红了脸 额上的亲近迢迢站出 战变的写访不能算驻军 写访不到三万人的美军能算驻军吗 戒连变是难懂的话 什么战略定理什么作死之类 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这段推文是在考我 带一堆中国现代文学的功力 那这位网友应该是在 模仿鲁迅的笔法 那至于是鲁迅哪篇作品里的章节 那就难为了我这个老外 那又是有哪位网友知道 请留言 不令赐交 那么我们看完了CNN的报道 也是看到了些 美国网友们的回复之后呢 至少我就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看 推特上面的热题 今天我也是看到CNN的官方推特 有写到美国总统拜登在梵蒂冈会见教皇 标志着他第二次重大外交访问的开始 白宫表示会议持续了90分钟 那么我就为大家进步的了解了CNN的这份报道 他还有写到 拜登总统表示 教皇方基各告诉他 他是一名善良的天主教徒 并表示他应该继续接受圣参 拜登在罗马迎接意大利总统 马里奥·德拉吉时 透露了他与方基各漫长会谈的细节 当被问起是否与弗朗西斯讨论堕胎问题时 拜登表示没有 拜登说我们只是谈到 我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 并且一直接受圣参 美国主教已经推进了一项计划 该计划将允许个别主教 拒绝与支持堕胎权的政客进行圣参 弗朗西斯公开反对这些举动 他补充说 他已经与方基各讨论了气候变化的问题 并一致认为 各国领导人在处理这场危机时 需要更加负责任 早一些时候 拜登表示 他和方基各为对方祈祷 为和平祈祷 那我们了解完了 CNN的这份报道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美国的网友有哪些想法 首先由这两位美国网友来写 政客们不应该把宗教和政策混为一谈 后面就有一位网友来回复他们说 谁说他们是的 还有这两位美国网友的评论 教皇在与特朗普会面后 看起来不太好 现在看起来心情好多了 还有这位美国网友的评论 嘿嘿嘿 请注意 政教分离 还有这位美国网友的评论 教皇问过他多胎的事吗 确实看到了不少网友们提到多胎的事情 还有这两位美国网友的评论 会见时拜登不戴口罩 哇这太恐怖了 后面就由这位美国网友来回复楼上的这个评论写 我总是觉得有趣的是 批评拜登总统没有戴口罩的 正是反对戴口罩的人 你真的认为教皇和总统在会面之前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他们都完全接中了一秒对吗 那么我们了解完了CNN这份报道 也是看到了美国网友们的评论 现在就想看到我们美国热搜DDR朋友们的评论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想法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看推特上面的热题 我就看到旧金山既视报在推特上面有写到 旧金山的下一个豪宅项目 每月租金2.7万美元 哇好多钱啊 它是针对老年人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 旧金山建造的豪华租赁厅房 瞄准了年轻人 工程师和初创企业家 他们使这座城市成为全球科技财富中心 那我就为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了 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这份报道 他还有写道 这座13层高的建筑的居民 每天将得到三顿饭 由米其林级别的厨师团队准备 将有一个正式的餐厅 一个更休闲的地方 一个咖啡厅和酒吧 还有提供客房服务 将有一辆Mercedes Benz面包车 带着一群客人去San Francisco MoMA 看展览 或在美国音乐剧院看戏剧 或者有专车接送市中心的居民 或前往美术工 该建筑将包括具有治疗和针断能力 的现场私人医疗设施 健身中心 电影院 两身定做的营养和饮食计划 瑜伽馆 横温游泳池 屋顶花园 沙龙和客套 他说 有些经验丰富的城市老年人 更愿意留在家乡 如果他们的家乡 恰好是旧金山 曼哈顿或洛杉矶 等24个小时营业的大城市 他们就没有太多的选择 那么我们了解完了 旧金山记事报的报道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美国的网友们 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之后呢 有哪些想法 首先有这两位网友写 我不明白 为什么人们对这件事这么生气 这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是遥不可及的吗 是的 但我不认为 在一个超级昂贵的地区 拥有一座超级昂贵的 用于老年人的豪华建筑 有什么问题 后面就有一位网友 不太统一楼上的观点就来写 所以一半来说 你不认为 每月27000美元的房租 有问题吗 天呐 我就希望我有你这样的教养 还有这位美国网友的评论 20年后 整个旧金山将成为一个超级富裕的 封闭式社区 还有这两位网友的评论 这样的故事提醒我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存在于我的理解之外 这个故事和里面的金额 把我弄糊涂了 后面就有网友回复说 同意 有很多人一年的收入 还不到那些出租单位的 一个月的价格 这太令人不安了 富人根本不在乎 最后还有这两位美国网友的评论 在这个全国流浪汉比例最高的一个城市 干得好 真的 然后后面就翻白眼 最后还有一位美国网友来写 一个月的租金 相当于工作最低工资标准 工作3724小时 解决办法不是提高工资 而是租金管制 这在某些城市是必要的 旧金山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我们只是吃瓜群众 但是如果他们建造这个豪华养老公寓 是挖到了金子 那就是另当别论 不过就你们想 一个月27000美元的租金 真的 好多钱 这时候我就想问问 你们看到了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这份报道之后 你有哪些想法 可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那么马上就到周末 而且这个周末还挺特别的 因为是我们美国万圣节的周末 非常的期待 所以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有晚上的好玩的视频 那也许有些美国热搜Dative的观众 不知道在美国到了万圣节 我们就要磕南瓜 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之一 那么这个视频就是有一些人 在磕一些巨型的南瓜 看看谁能磕得最厉害 哇所以看到这么大的南瓜 磕出来一个南瓜监狱 哇你看这些南瓜真的还挺厉害的 哦 man 酷炫的 哇你看这样一个3D效果的南瓜 非常的厉害啊 那这时候我就想问问 我们美国热搜Dative的观众 你们有磕过南瓜吗 你觉得难不难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那么看完了好玩的视频之后呢 我们这期美国热搜Dative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就记得给我们点赞 也可以关注 同时要是你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想和我们一起来探索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And we will see you all next Monday 我们周一见 拜拜